这里是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 是地球北回归线沙漠带上唯一的绿洲 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交替影响 这里常年温暖湿润 是中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广袤的丛林与河流交汇 为这里的野生动植物创造了宜居的生存环境 苍莽浓郁的丛林里 生活着一种亚洲独有的物种 亚洲巷 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 孕育了西双版纳 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 使这里成为地球上 动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而亚洲巷则则是这片丛林里 名副其实的羽林王者 我们将与大象家族一起去探寻 丛林里神秘而又奇幻的旅程 亚洲巷 曾经遍布亚洲 生存环境的变化 迫使它们迁居于此 并适待生活在这片羽林中 总面积达2420多平方公里的 西双版纳热带羽林 生存着近300头野生亚洲巷 它们依然延续着祖先的社群结构 以家族的方式生存 西双版纳没有明显的冬夏之分 却有着旱季和雨季之别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旱季也在延长 干旱对食量巨大的亚洲巷群 绝不是件好事 十几头大象的族群 每天对食物的需求高达几千公斤 为了获得更多食物 它们必须向雨林的更深处迁徙 象家族的成员 由雌性亲戚和它们的幼崽构成 它们的关系都很亲近 这头年轻的母象多里 是刚刚上任不久的象群首领 它掌管着这个族群的一切事物 正因如此 多里所做的每一项决定 都关乎着族群的生存和命运 成熟期的雌性大象 每八年才会生个象宝宝 这让每头小象都格外珍贵 几个月前 多里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宝贝女儿 歹妹 歹妹在妈妈姨妈和姐姐们的爱护下 每天都无忧无虑地生长着 而家族中的幼年熊象 炸毛 半大的小强和刚刚成年的歹亚 都令这个象群家族看起来兴旺不已 由于干旱带来的食物匮乏 作为首领的多礼必须要做出决断 在他的记忆里 还没有遇到过如此长时间的旱季 尽管这片区域养育了象群 但现在已经到了他们 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的大综 茶、合佳 茶、湯 菜、茶、畏生 这天上午,太阳越升越高,酷暑使整个象家族感到焦躁。 这是启程的时刻,多里发出了低沉的指令,呼唤着象家族成员跟随自己向雨林深处前行。 作为象群的首领,对于雨林的知识,是数个世纪以来由象妈妈传给女儿,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 多里带领着象群将前往他们暂时的庇护处,三叉河水域。 多里虽然年轻,但她的记忆里始终留存着她的妈妈曾经所带她走过的路线。 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年幼的女儿歹妹是否能够应付即将面临的长途跋涉。 但对于首次远行的歹妹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而又好奇。 与林中数不清的岔路纵横交错。 这就是前辈们用巨大的脚掌踩踏出来的。 沿着这些巷道,多里带着她的家族浩浩荡荡,一路向前。 羽林深处的鲜嫩植物及其万藤,是象群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象群中年满四岁的调皮小子小强,见到万藤后显得异常的兴奋。 对她来说,万藤不仅是食物,更是新奇的玩具。 万藤所带来的晃动,引起了一只栖息在万藤上的兰花螳螂的警觉。 这只看似兰花的螳螂,原本是个骄傲的家伙。 它本想凭借着自己高超的伪装技术,继续融入在眼前的环境中,保持不动。 但是,大象们的到来,却让它感到惊慌失措。 如此的遭遇,让它无法再淡定下去。 要想继续维系目前惯有的舒适状态,显然是不可能了。 于是,无奈中的兰花螳螂,只能选择离开了。 相比较于羽迹而言,多理心理清楚,面对这漫长的旱迹,唯一应对的方法就是增加大家的体重。 因此,在行进过程中,他们总是在努力沿路寻找更多的食物源。 一头成年的野象,每天进食量多达三百公斤左右。 如此大的进食量,对于野象们的肠道消化系统,是一种不小的挑战。 在每天行走的路程中,上百种植物种子也会被当作食物,一起吃进大象的肠胃里。 这些种子在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之前,就又会随着粪便排泄出去。 沿路拨洒到了雨林各处。 向家族在整个穿行雨林的过程中,无意之中扮演了雨林中的园丁。 他们用自己庞大的身躯,疏通了茂密的雨林通道,也能够使阳光照进雨林,让林下的植物得到了充足生长。 几天过去了,整个雨林的干旱依然持续着,丝毫没有降雨的迹象。 雨林中的冻植物们都在用着各自的方式抵御着眼下的酷热。 对于烦躁慵懒中的风猴,也许睡上一觉,就是他们与酷热抗衡的最好方式。 酷热中略显疲惫的大象们行走到了这里。 大象的动静,惊扰到了风猴的美梦。 迷蒙中不明情况的风猴似乎有些恼怒。 但看着这群庞然大物,显然这不是他们敢去招惹的对象。 这时,一只小长壁猴伴似地闯入了进来。 它立刻成为了恼怒中的风猴们发泄的对象。 风猴们很不满他们对自己领地的贸然侵犯。 而下一刻,一只可怜的小蚂蚱成为了风猴们盛怒下惩威的牺牲品。 此时,在一旁被风猴排斥的小长壁猴,既尴尬又显得落寞。 不知何种原因被父母抛弃的它,成了这片林子里无人同情的孤儿。 它既孤单而又显得胆怯。 树林中漫无目的的游荡,也无法寻觅到一丝的关爱。 今年的干旱比往年更为难耐。 整个雨林每天的气温都高达五十摄氏度左右, 这比往年同期要高出了五到六度。 在这种近乎极限的高温挑战下, 多里坚定地带领着这支队伍, 每天依然能够行进几十千米。 几天下来的行程, 整个族群成员, 尤其是小歹妹的顽强, 更让多里感到欣慰。